很可憐,還有一件事,我覺得那個謝偉俊想找東西駁你 我想他真的是絕處逢生,他現在真的去到谷底,想找些東西出來,等人來注意他,快去拉齊那隻 沒用,但他是小丑,你看到那張照片是好笑的 完全是小丑,我也免得理他 我覺得他很可憐,或者他受到很可憐 不是,這是特顯社民連的重要性 好,多謝你的電話給你,OK 接著我們聽一下貓仔的電話,貓仔在內地打過來 貓仔 喂,你好,毓民大教授,你好 可以,你可能要打過來,是嗎 可以嗎 可以,可能先斷線 不要緊,貓仔繼續打,沒有所謂,在內地打過來 希望不是被人誤 沒有,沒有,應該不是 剛才說到最低公司那裡 我不明白為什麼最低公司的水平要是政府定 他說他是學英國的,英國也是這樣 但英國是一個委員會 現在就是委員會 立守委任一個12人的委員會 但是他的說法,英國也是這樣 那我就告訴他,英國政府是選出來的 是不是 政府不是選出來的,分別在這裡 我們特首就說,最低公司由最低分錢 這樣都可以出 都好過網 在台灣人叫做基本生活公司 1936年,中華民國在大陸還有效統治的時候 日本侵華前一年 他定一個最低公司法 標準就是,靠你養人的生活都可以過得到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的事隔多少年呢 你還在爭論這件事 好,我們來聽聽貓仔怎樣 貓仔 你好,毓民大教頭長你們好 我想評論一下《五區公投十六》這本書 自從你們出了這本書之後 我想起以前一個偉大的作者 叫做司馬遷 他一篇文他就叫做《太史公自嘴》 你在歷史節目上也有說過 之後我就找回來看看 他整篇文是說他為何要寫《史記》 我讀這篇文 好 《識西伯驅有你》 《演周易》 《孔子握秦賽》 《作春秋》 《屈原放逐》 《作梨騷》 《左憂失明》 《缺有國語》 《孫子殯腳》 《而論兵法》 《北偉千屬》 《世傳呂岩》 《韓非囚秦》 《雪蘭孤》 《詩三百篇》 《大底言性發奉之所為作也》 這個真的厲害 這個等於後來黎彩說的 一切文學皆與血淚書成 是的 《此人皆以有所屈結》 《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來者》 我不知道 你們可能知道是什麼意思 很多網友可能不太清楚 我這裡翻譯一下 以前周文王在有利被拘禁 推現了《逆經》 《孔子在陳塞受難》 作有春秋 《屈原被放逐》 作了離騷 《左憂傷失明》 《孫子偏扯國語》 《孫子的腳受到殯刑》 《卻論述了孫子兵法》 《呂不偉被括到屬國》 《世界上天傳有屢次春秋》 《韓非被囚禁在巡國》 《雪蘭》 《雪蘭》 《孫粉》 《詩三百篇》 《大多數是性人言事》 《發奮而作》 《這些人》 《心目中聚集了憂鬱》 《理想主張得不到實現》 《因而追熟往事》 再看你們 《司馬之計》是說自己的 他要扶刑 那不是有司機嗎? 是啊 再看你們搞五區公投 你們又被打壓 又被打壓 加上民主黨 後面在抽後腿 幾經艱難 才能完成今次的運動 你們作了這本書 我覺得歷史一定會有所負責 你記得 又來叫香港朋友幫你打一本 好啊 沒問題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鼓勵 謝謝你鼓勵 我寫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件事 不過謝謝你提醒 我下次再版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段放下去 《泰斯公治罪》 這段放下去 我們備受打壓 然後有這本五區公投實錄 是嗎? 是 OK 好,謝謝你 謝謝貓仔 貓仔 貓仔跟我們上一堂 《泰斯公治罪》 真是厲害的 好,接著聽聽鄭先生 電話鄭先生 喂,雄猛 大家好 今天看完最低工資 看了這兩天 真的不打算 都不行 我自己是從澳洲回來的 我讀大學的時候 那些同學 人家那邊的四大會計師樓 四大銀行 全部都會請所謂的 即是暑期工 全部都是消出 你明天畢業的薪金 然後除了每個月多少 都不是最低工資 是市場價格 是市價 是嗎 你那邊 怎可能有人 即是圍廣一點 你當那邊 即是消費高一點 都不可能出到 即是低到 等於別人外面那些 洗碗的價錢 是不合理的 讀了那麼多年書 給了那麼多學費 不是,現在是不出的 是啊,連最低工資都沒有 荒謬到 現在你香港到了一個地步 只是為了貼錢和他打工 是真的很不合理 即是 你搞到這些大學生 香港的大學生出來 說 寫就越低 那個Expected salary 他們在外國 我在澳洲 我畢業的時候 都六七年前 那時候我會計 所謂三萬六千元澳幣一年 就叫做市價 低這個數 基本上已經沒有人 沒有人願意去做的了 現在我到我妹畢業了 現在基本上 你不開到 現在說四萬五 都叫做低 那些銀行要開到五萬多元 才有人願意去做 那別人那邊叫最低工資 為什麼別人的失業率 你知 人們經常說 最低工資會推高這個失業率 經常拿法國、西班牙、英國 那些來給 為什麼不拿澳洲和樓山來給 澳洲只有5.1% 高於香港很多嗎 別人最低工資走了幾十年 這些其實 之前我們都說到 就是不想說的 講到爛了 我今天都說了 我們本來希望 這個最低工資 立法的辯論有些水平 大家拿這個理據出來 調分理息 紅辯滔滔 真理越辯越明 誰知不是的 講來講去 就是前腳步 老掉牙的那個話題 講了無數這麼多年 然後我們想用一些階級分析 跟他們談 他們就說你上綱上線 不知道 下午 下午 梁家樓議員提出那個 那個 後命工作 那個工時 我現在 就沒有再做會計了 我做的工作 就有 要包含 這個後命工作 那 這個 他每天 每幾個月 就會擺一個星期 叫你後命 由早上6點 到晚上6點 要不早上11點 到晚上11點 如果不叫的話 就一年 我們合約定名 一年要超過30天 這些後命 不叫 以上才出糧 你不做過 你根本就不會明白 我坐在家 睡又不是 吃又不是 叫外賣都不夠膽 免得外賣仔上來 哎 那個人不見了 喂 那我坐在家 又沒有薪 天天在發霉 那那些精神壓力 誰給錢 誰回水 所以 所以 你看到就是這班人 就是這樣 是吧 他完全從他自己的利益 那個角度出發 其實他哪會去想理 是吧 所以那個對實習學生 那個 所謂 要豁免最低工資 其實在一個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發炮動 但是 內何你當然是 不夠他人多 對嗎 不是啊 根本上看到 一投票就輸給他 其實談什麼 政府開出來的 今天的辯論 就是表露無遺 他們那個意識形態 和他們那種 貴族心態 是不是 啊 局長擺出來的 就全部都通過 你們擺出來的 就全部都不通過 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分組投票你就掛得了 沒有意思的 今天還有些 是很奇怪的 今天還有些就是 民主黨 公民黨 都投棄權票 拿名 例如將家庸豁免 我們當然是反對 他們是投棄權票的 好了 多謝你的電話 我們休息一會